我最近又搜人几个黑鸟 这不是你的日常吗 我发工资 你不就是为了干这事吗 这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 你说说看 陈这东西 自以为是 极度自恋 自私 接着说还有什么 都说完 甚至有能怀疑你恨国 不是放屁吗 这纯手扯的 而且我都跟你说 我之前差点我都想办EB1A 后来我放弃了 到推荐信那一步 我说先把这个case帮我停掉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还是这好 这个地方是我的家 我的朋友 我的社交圈 我的一切都在这 怎么从哪搜来的黑料 让你能问出我这样的问题 说你留在中国还不如润出去呢 我为什么要出去 我其实挺不能理解的 如果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你能活得比在这好 是吧 这是你自由的选择 这是每个人的权利 但是问题我想来想去 我可能在那活的并没有在这活的那么痛快 那么有存在感 那么舒服 那么自在 我为什么非要去到那呢 这是一个取舍的问题 我并不跟这个分 而且我具备这个条件 耽误挣钱什么的 挣钱 我很直白的跟你说 挣钱当然是一个因素 但是我跟你说 存在感 存在感 有多么的重要 你在那边就是作为 如果我去的话 那是不是理论上就叫移民 对吧 那么移民的一代 你的技术是很难的 因为它很难融入 而我特别喜欢融入的感觉 我甚至有时候可能去 去其他的城市 我都觉得没有那种融入感 但是在北京不一样 我在北京简直待得太舒服了 这儿就是我的家 我就在这儿待着很放松 很随意 很融入 很有感觉 人你举例子说明 就是为什么说 你还不如认出去 对 你举例说明 比如说 就是微博上 他可能也是一个 关注您问我很多年了 一个人 充斥着大量的烟烟怪气 然后看哪哪不顺眼 说谁 您 我看什么不顺眼 你看 比如说人举例子 公交道 公交道 公交车道 那他是不是不合理 然后望京停车场这种 那望京在违法停车 这么大规模 这么过分的违法停车 我看着不顺眼 并且提出我的意义 有什么问题吗 感觉就是 您就是一个 看哪哪都不顺眼的 我没有 那我还看很多顺眼的 你怎么就知道 挑出我这个不顺眼的 就因为我提出了 我所看到的违法的情况 和不合理的情况 你就说我不爱国 是吗 还有王法 还有法律 自以为是 谁自以为是 我怎么自以为是 你说说看 他举例子证明是残浅车位 残浅车位怎么了 你看之前是 义正言辞 各种跟网友争论 然后我发现自己错 对 我发现我错了 我就认了 而且我同时 认了错的同时 我认为这个规则是不合理的 法律法规就规定 你必须是永久性残疾 有残疾症 你才能够免费 去使用这个残疾人的停车位 我后来就专程为这事 我还问了 我说永久性残疾 OK 他手残疾 有残疾症 或者耳朵 我听不见东西 有一边停电东西 我也有残疾症 结果这些人 拿着残疾症 也能去使用残疾人车位 这是不是跟残疾人的车位设置 这个目的 是有所违背的 因为你最终 残疾人车位设置的 离这个很多商业场所的门口 那么近的原因是 希望你的腿脚不方便 所以能走得近一点 或者你有轮椅 你稍微近一点 对吗 结果你下肢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还继续使用残疾人车位 这就跟实际的 它的作用所违背了 因为你看 咱们有很多东西 是从国外学来的 比如说校车 是不是从国外学来的 残疾人车位 是不是从国外学来的 对吧 但是咱只学了一个样 残疾人车位 那个logo长的是样子 你看咱那校车 长得跟国外的校车 长得也挺像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东西 从管理上是两码事 残疾人车位 管理跟国外是完全脱节的 残疾人车位在国外 比如说我的腿 像我做的这种腿部的手术 医生会给我开一个 残疾人的那个牌 可以挂在那个车内后视镜上 上面会写着我的恢复期 比如说医生认为 我的腿一个月可以恢复好 OK 那就从做手术出院的 这一天开始一直到 他认为我的腿能恢复到正常 在这个期间之内 我就是挂着那个牌 可以去使用残疾人车位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pass 授权的话 我如果把车停在 残疾人车位上 我是要受很重的罚的 中国有吗 中国残疾人车位 被正常人占用大把 对吗 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还有就是 你甚至在一些小区里 你还能见到残疾人车位 被卖出去了 被租出去了 普遍现象 是不是 OK 管理上的不同 但是样子上 看着差不多 是吧 再说校车 你在美国 你看见校车 我跟你说 我这种偶尔在那开车的人 我见到校车会紧张的 因为我简直手足无措了 我都不知道我干嘛 算了原地停路吧 尤其是看校车那个牌出来的时候 中国你看什么牌 这那 除了那俩校车啊 长的那色 造型有一点像之外 甚至从管理到它的运行的这个规则 完全都是两个事 我这么说 你明白了吗 什么叫我很自我 很自私 一开始我确实没有研究过 残疾人车位的规则 在中国是什么样的 我只是认为全世界都是那样 因为我知道美国对这个东西管理很严 所以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会注意这个在那边 但是在咱们这 我只知道我不要在我没有事的时候 不要把车停在残疾人车位上就OK了 这仅仅是我知道的一个规则之一 我确实没有做过功课 通过我这次腿做手术 我才知道了 原来咱们这的管理方式是这样的 那存在着不合理 但我也遵守 对吧 这有什么问题吗 你刚刚一直提到国外对吧 对啊 就是国外的好的点对吧 难道有好的不应该学吗 也说到了就是你去到国外还专门拍人的那个开车开的好 就是自动帮从最左的车到人 对啊 这是我在欧洲开车 对 专门有人爱他你 就另一个国外的视频 专门爱他你 底下爱他你 说那个就开车乱那种 他说也不是所有人 外面都都 当然当然国外有傻 我觉得这种东西咱就是跨越说是中国也好 外国也好 咱们只是去学一个文明的行为 我们又都是文明的人 谁现在敢举手说我不是个文明的人 我是原人 没有人吧 OK 那我们是一个文明的人 向往文明的人 去跟随一种文明的行为 难道这是不对的吗 这有什么问题吗 只是因为他跨越了一个国家 跨越了一个国度 你就觉得这是不对的吗 而且同理 同理 我再说这次我去欧洲 我在意大利 我在那个罗马的西班牙广场 看我说什么了吗 我说真的 丧乱差 我也这么表达 我是从洋未卖吗 我只是在表达一个 我对我所看到的事物的理解 而已 你拿这事就说我不爱国 你不是扯淡吗 还有说地狱黑的呢 地狱黑 我怎么地狱黑了 说 聊聊藏区 聊聊藏区 你具体一点 我告诉你 我当时说的是 咱们在外边如果碰到问题 能花钱解决就赶紧走 而不是在那跟他撕扯 不要吃眼前亏 什么叫地狱黑啊 你看看我拍的所有的月录书 在藏区的节目 我永远都是在说那儿的人的淳朴 和那儿的景色的美丽 我什么时候去把这些污点去放大锅 我甚至都不拿出来 好不好啊 还我地狱黑 我真的不就是要说两次 一次是在那个 跟人逆行 就是对方逆行 差点跟我撞上 差点撞上就不说了 还我得赔他钱 最后我的确赔了三千多块钱 我走了 然后还有一次是 东晨他们在那儿拍日落 还是拍猫牛 人对方过来要钱 然后对方就要揍东晨 后来东晨给我发微信 我说你就赶紧问他要多少钱 给完钱 咱们走 我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所传达的这个方式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比较适用的 为什么 你作为一个外来的人 在当地 你去很多事 你是理论不明白的 所以不要吃眼前亏 你吃眼前亏 可能你会导致更大的损失 然后有人 我真的就会开始喷我了 那些人就是被我惯的 随便 你愿意怎么着 你的方法 我也告诉大家 跟他干 干到底 好吧 不分出个胜负来 绝不能走 你觉得那是对的方法吗 我并不觉得那是对的方法 或者说 那个不是适合我的方法 我觉得每个人 有每个人自己的价值观 和处理问题的方式 您自辩 什么叫地域黑 我什么时候地域黑了 我跟你说 我是最不地域黑的 还有一些人说 什么在北京 外地素质低 我的原话 你这是什么 我告诉你 素质低的北京人 我也讨厌 哪都有素质低的 素质低的人 在哪都招人讨厌 然后从外地 过来的同学们 你在哪 你是素质高 你都是收拾欢迎的 受歧视的 只有那些素质低的人 而不是因为 他从哪来的 我这么说 你能理解吗 所以我地域黑吗 我特别不地域黑 好不好 他通过了一些 种种表明 他表明那些东西 就觉得 你既然看这儿 这边也不好 那也不好 那你觉得哪好 去哪呗 就不完了吗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当然知道 我告诉你 愿意去哪 或愿意不去哪 那是我的自由 你还管着吗 我提出 我提出我所看到的 北京的这些问题 我为什么会提出 因为我希望它变得更好 因为这是我的家 我长在这 我生在这 我希望它变得更好 更加的完美 嫉妒吧 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们这就是会变得越来越好的 因为我提出的这些问题 它会被很多有关部门重视 而且慢慢慢慢 它会去改进 懂吗 我跟你这么说吧 就跟你去看一个孩子似的 你经常去纠正他的一些错误 它会变得更好 但如果一个孩子 你就溺爱他 总说他好好好 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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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也有一天 我跟你说 那孩子会出大事的 因为他的错误和认知 永远不被纠正 他就会认为错误就是对的 于是他就按照一个错误的方式 在成长 那你说用一个错误的方式 去成长出来的孩子 他会变成什么样 其实我的家 我所在的这个城市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当你发现他的不足 并且指出他的不足 那他就会变得更好 对吗 其实咱们人的成长也是这样的 明白了 我这么说能理解吧 明白了